加拿大大概有全世界最有同情心 最善良、最與世無爭的一群人 但是很明顯就是 就連加拿大人現在都受不了了 特別是加拿大的卡車司機 上千名的卡車司機開著他們的卡車 進入到他們的首都 來抗議他們的國家的政策 因為他們的政府已經把整個加拿大 變成了一個警察特權的法西斯國家 這十幾年來我們的政治人物 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 都呼籲所有的勞工要團結、建立公會 結果他們現在真的團結起來了 這些左派的人就開始害怕了 又生氣甚至躲起來 因為他們要的團結不是人民團結的合一 他們要的團結是團結合一的服從他們 我是伊德很歡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要怎麼勇敢、要怎麼真正得到自己的命定 其實就是要了解自己的identity 要了解神是怎麼樣看我們的 例如像MyID這間公司的名字 定期使用從神秘果萃取精華而成的MyID面膜 這個特殊配方全世界只有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皺紋、青春痘、粉刺 全部一網打盡 不只是這個樣子 MyID的創辦人設立這家高檔的皮膚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籲群眾對於人口販賣者的 惡行的警覺性 和對受害者實質的幫助 這些受害者若沒有被醫治、幫助 重新回到社會正常生活 他們將會是 我們不知道何時何地或者是誰 像定時炸彈一樣隨時可能爆炸 當你在MyID.life購買使用折扣碼 AINews全部大寫 所有的利潤都會拿去幫助這些被摧殘的兒童 也有部分會來幫助AINews 繼續傳播正確的價值觀 不過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面膜實在是太好用了 現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碼還送價值25元的眼膜喔 我們是神的兒女所行所事要像造我們的父神 還沒有信主的人我們要以真面目來做人 不要戴著面具成為一個不真實的人 不但要知道自己的性別還要禁守法則 好現在回到我們今天的新聞 這些卡車真的是在做很多我們不敢做的事情 他們真的站起來面對他們的政府嗆聲了 甚至開始對美國的政府嗆聲了 因為美國的政策以及美國跟加拿大的政府聯手起來打擊這些人民 這些卡車司機全部合一的跑到了加拿大的首都沃泰華 甚至跑到了美加的邊境 堵住了那邊的出入境管理局 大聲的說我們不要再這個樣子了 政府不要再關閉我們的教會 不要再關閉我們的學校 不要再摧毀我們的社區 不要再侵犯我們的權利 我們不要這個樣子生活 我們要反擊 卡車司機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 是一個國家繁榮以及存活的命脈 在藍領階級中的藍領階級 合一的站起來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 工人農民站起來抵抗體制 是左派政府喊了一百多年的東西 你看看中國國歌 你真的起來試試看 美國跟加拿大這邊的左派也是這個樣子 看到這些卡車司機真的是合一了 真的站起來了 你覺得他們會感到欣慰嗎? 他們會感到驕傲嗎? 當然沒有 左派的加拿大總理 Justin Trudeau 躲起來了 他這個大左派 不但沒有起來幫這些 卡車司機站台 他反而是逃跑了 說這些人是暴名 這些人比2020的 BLM和平不知道幾千倍的卡車司機 被說成是暴名 Mob 但是BLM在全世界一整年的打砸牆 叫做 Peaceful Protest 以下是加拿大總理發出的訊息 強力譴責這個 Freedom Convoy 卡車有行 I have attended protests and rallies in the past When I agreed with the goals When I supported the people expressing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issues Black lives matter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that But I have also chosen to not go anywhere near protests that have expressed hateful rhetoric violence towards fellow citizens and a disrespect not just of science but of the frontline health workers and quite frankly the 90% of truckers who have been doing the right thing to keep Canadians safe to put food on our tables There is always a right to protest peacefully that I and others will defend fully as part of this democracy There is not a right to incite violence to perform acts of violence or to spew hatred 我不支持暴力 我不支持仇恨的觀點 但是我支持BOM OK? 因為他們不會有暴力行為啊 他們不會把一個國家打雜牆燒八個月啊 他們不會試圖摧毀一個國家 然後公開的仇恨 把國家的偉人的同向摧毀啊對不對? 他們也不會燒警局啊 也不會燒法院啊 謀殺率上升了好幾倍啊對不對? 但是他不支持這些 開卡車去抗議的卡車司機 這個trudeau展現的東西 其實在政治上面是非常基礎的一個手段 就是我們對上他們 us versus them 政治就是一群人合一起來組成的一個團隊 彼此支持 常常造成的就是 只要我們這個黨做什麼就一定是對的 另外一個黨做什麼就絕對都是錯的 造成的就是 很多人因為黨派的關係而失去了思考能力 右派的人有的時候就會覺得說 這怎麼這麼雙標啊?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抗議 有些人不可以抗議?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左派的政治人物還有新聞媒體 不只是加拿大的 美國的也是一樣 開始 一口同聲的說 這些卡車司機就是仇恨的代表 是納粹 是種族歧視 是暴力 是危機 那他們要怎麼做到這些呢? 就是數大必有枯枝 人多必有白癡的概念 他們會在成千上萬抗議群眾裡面 找一個腦殘的神經病 拿著一個很奇怪的棋子去訪問 然後如果那個人說了一串很白癡的話 他們就會把這個人的言論投射在 所有反對他們的人的身上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目前卡車司機還沒有殺任何人吧? 各位可以想一下 BLM Chaz 還有Chop 洛杉磯暴動 波特蘭暴動 死人還蠻多的喔 但是 卡車司機是暴力 BLM不是暴力 這個很雙標不是嗎? 對啊 為什麼雙標呢? 剛剛加森 Trudeau 已經告訴你了 因為他支持左派 他要打擊保守派 誰反對他 誰就是他的敵人 或許我們右派 或者是我們保守派 也應該這個樣子做 這個樣子的事情 不只發生在加拿大 美國這邊的左派媒體 也出來全面的反對這些卡車司機 如果你想要回到普通的生活的話 之前的生活 如果你想要得到自由 你如果再為了人權發聲 你基本上就是在一個 邪教裡面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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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別的行為 加拿大 歐我們的全國 災法 法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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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性的冠状和犯罪和行政制, 包括被嫁隙的大秦桥, 越聚 里面有自由的中文。 当人被困了五OL VACCINES, 在学校的吧, 当人被困了五周园, 让人被困了五个童鸡? 他们被困了五个园子 Afterenta- 在区别人打工, 他们被困了六侑上传质, 他们被困了五十五十五周 与北方的勒犯, 抗击人 現在他們已經遇到敵人 敵人 他們自己的敵人 因為他們已經變成了他們的恨 這是一個 傳統 是 沒錯!這是一個邪教 這些卡車司機 沒有瞎眼的無謂的跟隨政府的政策 就是邪教的一部分 這些有自由意識的卡車司機 自己找資料 對於這些公眾衛生安全有疑問的卡車司機 就代表他們是在一個邪教裡面 上面主持人講的 就是為什麼他們要反對這個疫苗 為什麼他們沒有反對其他疫苗 不知道耶!或許因為其他疫苗 有好幾十年的研究還有統計 這個疫苗並沒有 而且大部分的疫苗 是在做疫苗該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防止感染跟傳染 這個疫苗對於感染跟傳染 一點用處都沒有 只會所謂的減輕病情 而且還有人相信疫苗就是應該減輕病情的 而且所有的CDC NIH WHO的專家的說法 一直從頭到尾變來變去 為什麼我們要相信政府的政策 盲目的服從跟追隨才是邪教不是嗎? 那為什麼盲目的追隨 Dr.Falci跟CDC總裁的人不是在一個邪教裡面呢? 然後各位還有聽到那個女主持人說的嗎? 她說她都快哭了 她說有聽說還有報導 這邊先講一下沒有任何證據的聽說 跟沒有任何證據的報導 說這些卡車司機在 Desecrating National Monument 你可以想一下左派的運動 褻賭國家古蹟 有這個事件嗎? 各位如果有答案的話請在下面留言 我很確定的是這些左派的人 全部都在為那些事情拍手鼓掌 這一切沒有任何的標準 一切只是我們對上他們而已 這只是我喜歡跟我討厭 或是我不喜歡而已 所以這邊就來到一個問題了 對他們來說誰是我們誰是他們 我們這十幾二十年被教導 保守派的人就是有錢人 就是地主 資本主義 創造階級的人 左派就是人民的黨 工人的黨 世界的嚴根光 這個卡車司機出來遊行 最棒的就是證明這個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這些人就是工人中的工人 他們就是整個經濟環節裡面最重要的一個 你現在看到的 是一個歷史事件 一個證明保守派其實才是真正站在勞工這邊的黨派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我們可以證明這一點 左派已經滿嘴仁義道德 完全放棄勞工了 保守派的黨派這個時候就應該要發出聲明 這個時候就應該跟這些卡車司機站在一起 這個是正確的事情 而且在政治上面是一副非常好的棋 因為左派已經完全白爛了 想要了解保守派的價值觀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了解聖經的價值是什麼樣子 如果想要更了解聖經 而且想要更認識聖經的話 你可以去跟加南美帝旅遊公司去一趟 以色列約旦經典之旅 加南美帝旅遊公司是唯一的一家旅遊公司 只做聖地旅遊的 有以色列當地的專業導遊 按照聖經的真理來介紹解說每一個區的景點 入住的酒店跟餐廳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地方 環境乾淨 衛生而且有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打過疫苗的朋友 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你以前如果去過以色列的話 真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人幾人 你要去哭牆那個地方摸一下 或是塞你的禱告信在這個牆縫裡面都非常困難 但是現在因為以色列政府的政策 完全都不需要排隊 意思就是參觀的時間變多了 排隊的時間變少了 玩樂、照相、開心的時間變得更充實 所以現在就打電話給加南美帝旅遊公司的Wendy或是Pamela 1877-737-9937 參加他們的4月 以色列、約旦的經典之旅 14天的團 世界若有10分美、9分在耶路撒冷 走進以色列 聖經將活生生的呈現在你的眼前 螢幕上面也有所有跟他們聯繫的方式 歡迎跟他們聯絡 打電話的時候說你是AI News的觀眾 就可以有特別的優惠喔 好,我們現在回到左派是怎麼徹底的自我放棄、自我頹廢 我們不需要看太遠 就看我生活的加州就好 我們的州長Gavin Newsom 他剛去了LA Rams的美式足球比賽 你聽得沒有錯 在LA Well,其實那個足球長在OC那個地方 但是他去了 他在LA還有基本上整個加州都宣布了公共安全的Mask Mandate 就是要強制戴口罩 像這個美式足球的這個足球場 鐵定就應該要強制口罩才對 結果你看到他跟NBA的傳奇人物 Magic Johnson 在現場的照片 他沒有戴口罩 Magic Johnson也沒有戴口罩 經過了我做了新冠肺炎的新聞一年多 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真正防疫的、真正防病毒的 不是疫苗 而是金錢跟權利 好像你只要有錢跟有權 新冠肺炎就拿你沒轍了 Magic Johnson 他是有艾滋病的 還沒有轉變成AIDS 但是他有HIV的 他有了HIV三十多年 照道理來講 新冠肺炎對於免疫力系統比較弱的那群人 是比較危險的 那他的身體裡面 就有一個專門攻擊人體的免疫系統的病毒 那他應該才是最危險的才對不是嗎 但是我們的州長他不害怕 他出來解說 為什麼他沒有戴口罩 你正確 我昨天很正確 很正確 你會看到我拍照 嗯 Where magic was kind enough generous enough to ask me for a photograph and in my left hand a mask and I took a photo Rest the time I wore it as we all should not when I had a glass of water or thing and I encourage everybody else to do so and that's it 沒有啊 對不對 只是一張照片啊 喝水的時候啊 我口罩都在我手上啊 就這麼一下下而已啊 但是你看他右邊那張照片 他是坐在那邊的時候就沒有戴口罩 而且也有其他影片拍出來 他在貴賓席裡面走來走去 上樓梯下樓梯的 而且也都沒有戴口罩 他是沒有戴口罩 自己去找Magic Johnson的 他們就是沒有戴口罩 就跟我在教會的時候一樣 我就是沒有戴口罩 因為我們的牧師知道說 我們不應該害怕 不應該被政府威脅 特別是我們政府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時候 最後一個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前副總統拜登 這個人已經完全失常了 已經變成了那種 老人了 他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幹嘛的領導人 他最近在賓州出席 他出來演講他們關於基礎設施 還有基礎建設的這個政策 然後 他就 無緣無故的開始罵下面的觀眾 Imagine being a parent 他 他 他到底在說什麼啊 他到底在幹嘛 或者幫我解釋一下 這些東西 跟基礎建設跟設施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會說這些東西 不只是因為 我不喜歡Joe Biden 是 他真的太老了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看看他的民調 還有現在美國的處境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剛剛那一段 可以算是 純粹的一個趣味新聞 他 慢慢的說 你的小孩會死 然後突然變得很生氣 說 你為什麼沒有做更多 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幹嘛 他已經當了這個政治人物 當了五十幾年了 他現在老到分不清楚 現在的問題 跟之前的問題 我其實不太知道 為什麼我會把這個新聞放進來 可能只是覺得很好笑而已 每一次 我的新聞報導 其實都希望能傳達一個想法 通常都會用最後一個新聞 來做一個所有新聞的總結 那 今天的總結其實就是 加拿大的卡車司機 還有主流媒體 對他們的批評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這個世界所有的左派 包括所有的共產黨 一直都在提倡人民要團結 人民要起來抵抗這些 在壓迫人民的制度 不要再當政府的奴隸 其實他們就是在把你當奴隸 其實他們就是在把你當棋子 其實你就是被他們利用的 他們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是雙重標準 就跟加拿大總理說的一樣 左派的目的就是要分裂人群 他們不在意勞工 不在意弱勢團體 不在乎被壓迫的人 不在乎生命 他們要的只是錢還有權力而已 他們嘴巴上講的頭頭是刀的同理心 要的其實就是你自願的放棄你的自由 神給你的自由 我們保守派要合一 要團結 要跟加拿大的卡車司機一樣 而且是要在真理、事實、良善、聖經價值觀下面團結 這個樣子我們才有機會翻轉我們的國家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美國完蛋了 被這麼多左派的人控制 好可怕好可怕 但是要知道的就是 美國還是這個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 美國還是這個世界上最多基督徒人口百分比的國家 美國還是這個世界上有最多遵守聖經價值觀的國家 所以現在就是我們反抗 而且做出我們該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小孩 讓他們有正確的道德還有價值觀 我們要抵抗而且封殺那些左派的公司 我們更要支持那些保守派的公司 如果你還沒有加入AI News的會員的話 現在就是最好的時機 加入十二門徒以上 就送一個正義的味道咖啡杯喔 在美國的我們 還有機會來翻轉我們的國家 回到Land of the Free and Home of the Brave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han 更多美國新聞請持續關注 AI News 大家好 我是大LA神奇快訊主播 Danny 以下為大家播報一則社區活動消息 失去至親或至愛是人生最深的哀痛 經歷失落而仍處在傷痛的朋友們 鼓勵您一同來聆聽 由腳生癌症協會主辦的線上講座 走過哀傷迎向彩虹 2月5日星期六 每夕時間上午10點到中午12點 講員張黃球邦博士 半年面對喪親帶來的悲傷 及如何整理情緒重新生活 其後還有支持小組陪您一起走過哀傷迎向彩虹 查詢電話626-286-1306 我們要推測 覆盡縮